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Welcome to 奥利杰机箱广播电台 没有错,大家好,我是奥利杰 欢迎来到奥利杰的频道 没有错,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开了一个充满 充满交易机会的频道 那由如各位亲友所看的 画面上是一个开了23个小时的什么 韭菜大赌场 你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 你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 一个一天营业23个小时的韭菜大赌场 那赌的是什么 赌的是股票市场 投资市场 那一样 我们在开场之前先祝大家身体健康 再祝大家交易顺利 顺利的话就割韭菜 割到什么时候 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 滑鼠之前 那影片开始 我们还是来做一些交易之前 你应该做的准备工具跟SOP 那如同画面上所看的 是台子竞权 台子竞权 这是我们手机在看的画面 你是不知道怎么看的 你就切到你的手机 点到自选报价 点到你要交易的标的物商品 那以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了 通常都分享什么 海外期货 还有一些股票 它的多空打击区 那我们试图着开一个 比较大的格局 再进入到一个 比较小的格局 去看它 目前的盘面 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盘整的 讯息 跟讯号 方便什么 方便我们去 写出一个交易计划 让我们这样去 去执行你明后天 你应该执行的交易计划 那接下来就 运用一下我们画面的什么 画线工具 去提醒你跟干嘛 跟备注你 哪里 哪个位置 你在下单之前 你可能会有怎样 会有一些想法的SOP 那要把画线工具叫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善用一些什么 科技使用来 置于惰性的工具 建议大家去下载一个 荧幕的汇图软体 你是老熟的应该就可以 不用这么看 那你如果说是比较新的新手 或是第一次来奥利吉尔频道 这里有一个 还不错的什么 爱比科技的汇图软体 这是用来做远端教学的 荧幕汇图软体 那一样 我们就把 把画面 我们应该注意的 格局 应该注意的 位置 还有应该注意的打击区 做一个备注 那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 欢迎留言 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以下 以下的所有的建议 先做个免责声明 保证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要赚多赚少 盈亏自负 请自行负责 提醒各位亲友 投资行为 本来就是 有赚有赔 请遵守你的纪律 遵守你的交易计划 还有计划你的交易 收好你的停损 跟风险控管 看出格局 执行我们应该如何 小赔小赚 跟大赚的什么 业务行为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个 爱比科技 荧幕 汇图软体 你应该如何使用 如何运用科技 来去判断 那个股票 他带给我们的什么 股票的语言 就是所谓的 87% 不能再高的 达正计划 比如说 我们先开一个 1分K 然后再开一个 15分K 你就像这样点到技术分析的页面 你就会看出一个 大的格局 一个小的格局 那1分K 给我们什么样的盘面讯息 来这边在手把手的分享给各位亲友 我们在1分K可以看到什么 过去 三个小时 不管任何一档标题物 他带给我们什么 一个盘面 盘面他盘整的讯息 比如说高点是17580 低点是17540 就发生在整个小三个小时 那15K呢就大概是三个交易日 比如说近三个交易日的高点是17920 低点是17507 之类的 之类的交易计划 之类的盘整格局跟盘面格局的变化 那下载好这爱比科技以后 你就手把手的一步一步什么 第一个把格局框线框出来 第二个把空 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在这边观察他什么 H&N上去 又棄手这个价格 87% 假突破的位置 我们在这边称他为空方打击区 会有87%容易回挡的优积 也就是 也就是 韭菜财经台上面常常在说的什么 压力区 然后下面呢 就写出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观察这边横盘的什么 VVW像这样有横盘 也是这样 容易容易怎样 他只要在这边止跌有走横盘不再破底 那就有87% 容易反弹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频道常在说的多方打击区 支撑区的位置 那在这边横盘交易成功 有87%容易怎样 像这样一吃就开始反弹 那在上面呢横盘成功也怎样 有87%容易怎样 一吃就开始回挡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听到了什么 他的起张点跟起跌点的位置 然后像这样把框线框线框出来 你就会看到说 哦原来 下次你在下面545有做多的话 你就无脑的什么 575 加减卖一口 假设你在545交易两口的 那你做空的也是一样 假设你是空在575的 你就知道 等下拉回有到545 你就这样加2-1 来回单加减卖 符合我们频道常在说的关系 然后再把一些 SOP像这样写出来 我们常做什么 一看出格局 看图说故事 就是这个图跟个框线的格局 找出什么大小分k 在大分k 边界 再切到小分k 去怎样 看大做小 等待 打击区恒盘的位置 你就可以撈到这一段 空到这一段 那也就是说 像右边的画面 写出一个 交易计划 这教育计划是一个怎样的教育计划 让你看了 觉得会爽会开心的 教育计划 你就 你就 把他 把他怎样 把他赔看看 试着用赔看看 会赔钱的 交易心态 去面对交易 这样对你会比较好一点 怎么看 怎么写 怎么见 比如说 这边的台值 我们以目前的台值为例 高点观察多少 175 75 1k是怎样 过去三个小时 第一点观察多少 17545 那你就会得到 奥利给刚刚分享给各位亲友的 他的波段幅度过去三个小时 大概有30点 那整理好 这边有喷出 下一关就是605 整理失败 就是515 所以 你在打击区的边界 类似这样 有一个交易计划 吃两口出一口 来回单什么 30点 加减8 停顺单 10个TIC 加减赔 你在这边交易 要思考的逻辑 跟交易的优行为 你必须要去思考什么 在这边打击区到了 要赔多少 要赔多少 不是赚多少 是要赔多少 是你应该要去 注意的什么 的优行为 要做对了 就加2 30点 先来回撈 顺利的话 停顺不来 就整个给他赌上去 整个给他赌上去 那交易计划 就有如同右边这个角 表格 你在这边 写好你的交易计划 你觉得说 赔10点 可以赚30 那你就可以收好什么 收好你的停顺 千万不要什么 大赔凹单 去执行我们小赚 小赔 跟有可能大赚的交易计划 那给当中的交易者应该注意的事情去专注什么 专注这个格局 专注这个格局 不是 是你的打击区 还有什么 还有不要 也不要什么 看新闻做股票 看新闻做交易 要不然 你会扒的怀疑人生 真的会被扒到怀疑人生 那再跟另外一个更重要重点就是 记得 选一边 不要想 两头做 会保证两头空 不是你的打击区 我们统称为什么 双八区 请记得怎样 去打炮休息 这边再提醒 各位亲友 比如说 我刚刚在这里 有看到空讯 在这边有看到多讯 你是多单的交易者 只能在空单交易的位置去做 建议你去做停利的动作 因为我们有一个SOP是吃两口 吃两张 交易两口 出一口 停顺不来就赌 赌上去 可能是赌到920 或是赌到18000 之类的 交易计划 这样你才有机会 什么 做一个长线赚钱 凹单的交易行为 那你空军的交易者也是一样 你在这边万一空对了 空对了 下一次他回补的 可能是17000 16000 还是15000 一样 也是一个很长线 很长线的交易企划 Anyway 反正就是怎样 给多军的交易者 你的想法 跟你的思维是怎样 所有的拉回都是买点 你没有听错 所有的拉回都是买点 那在拉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观察什么 观察主力跟市场 有没有在我们所谓打击区的部分 去做一个止跌的动作 那给空军的交易者 建议是怎样 所有的反弹 都是空点 真的所有的反弹 都是空点 视为你在怎样 你在看盘的习惯 你就可以做到什么 每一次你的打击区到了 赔10点赚30 小赚30 大赚可能赚300 赚500 赚3000 的交易行为 这样你才会怎样 你才会舍得 我们常说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舍不得舍不得 你越不舍就 越得不到 你才会舍得 在这个边界区 用着用一个什么 拆 拆高拆低 拆天 拆地 拆社会的角度 去拆出 你在这边 万一下注成功 他有87%的行为 容易 容易灌下来 像这边的大格局的边界 整个灌下来 对不对 所以说 这边的回答 这两天的沙盘 意外吗 开心吗 说真的 一点都不意外 也一点都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没空到 没有 因为你没做到 对不对 那我们频道 已经上市了 大概一年多 这一年多以来 你去看这一年多 在做直播也好 做短影片也好 所分享的 SOP 是不是都是这样 都有一个交易的什么 自信的 SOP 分享给各位亲友 那为什么做事情要SOP 我们常说 理性 科学 物识 是怎么样 在现代这个社会 你必须 必须在做事情的时候 去用这些角度去做思考的 交易行为 这样 你才会知道说 比如说 你在昨天的什么 764这边的横盘 万一教育失败了 你就等他新的横盘 这边再失败 这边再失败 你才会舍得在这边做小赔的 交易行为 对不对 去读什么更大格局的横盘 像这边 这边横盘如果万一横盘成功 不再破底 那近三天的低点的起涨点 很有可能87%就怎样 在563这边做一个 止跌反弹的交易行为 这边再提醒各位亲友 多空 记得选一边 好不好 把波幅格局看出来 每一次下单之前 你要思考的逻辑是 第一 看了会不会爽 亏10点赚30 亏10点赚300 你觉得你看了会爽 觉得你可以赔看看 那你单子就给他怎样 点下去 凹下去 好吧 所以多空 记得选一边 看出波幅 30点50点的来回单 怎样加减8 那运气好的时候你可能会 安打安打 全雷达 在等你 对不对 那么再来就是说 像这几天的回答 我们常说怎样 大跌等横盘 你看到什么 主力买 主力卖 韭菜跟着卖 或者是说主力买 韭菜跟着买之类的交易行为 去找出什么 涨破不能收回来 就多君 请交易在什么 当天低点横盘的位置 把你的筹码 做一个风险控管 一次 亏10点 一天亏30 今天弄完了 明天 明天 再来 这样你才会怎样 才会有一个 比较轻松的态度 可以去面对这个盘面 这个格局 那么我们也常说 通常当一个破底的行情 开始走出去的时候 通常都为什么 都会有大概 一到三天什么 打底期 跟盘整的区间 你 然后天再上车 说真的 都还来得及 因为你是坐在什么时候 坐在趋势 即将改变的 那个时刻 跟moment 好不好 有没有像这样 空军只做什么 当天 当天 高点的横盘 在空方打局区 这边 也是一样 一次亏10点 一天亏3次 大涨大跌 都必须什么 等横盘 好吧 那主力买 韭菜跟着买 空军主力卖 韭菜就跟着卖 去观察什么 这两个 涨破不能收回来的边界 还有下面的什么 跌破也不能收上来的边界区的价格 来开始做交易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 好不好 那一样 再复习一下 再附送一下 YouTube 搜寻 奥利给 欢迎怎样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按赞 订阅分享 本频道有三大保证 保证什么 保证看图 说故事 看图 做交易 保证不负任何责任 也保证赔钱 会有87% 赔钱的交易计划 我这边在简单分享 给荧幕面前的你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 把所有边界区的什么 金氏行鱼 像奥利给这样贴在画面上 你就 你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这里有什么 87% 会崩跌的位置 你在这边空军要交易就怎样 等待市场跟主力的横盘 但是这边有个单数 他也有可能会在走一个什么 走个13% 再往上嘎 就所谓嘎出去的什么 我们频道跟那个 电视常常在说什么 亚当理论的什么 等幅测去区域的位置 那多君也是一样 你要交易 像现在 87%会涨的位置来了 你在这边 像这样主力 买 等一下拉回的 545 这边的位置 你韭菜就跟着布局看看 位置到了你就赔看看 一次亏10点 一天亏3次 今天失败了 明天再进来 提醒各位亲友 所以说我们常说 做教育跟做人处事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不管在执行任何任务 我们就是怎样 要面对他 处理他 放下他 怎么样面对他 第一个面对格局 那处理他就怎样 写出教育计划 写出教育计划 处理他就怎样 执行你赔钱的教育计划 那再就是 打不过 打得赢 或失败了 就怎样 放下他 停损或停立立场 这样你再做教育才会怎样 才会有一个 台湾韭菜 最好的选择 凹力给 给你凹 才会有个理性 科学务实的 SOP 带你在什么 在这个 惊涛骇浪 波涛汹涌 什么 这个孤海里面 沉沦 看是要沉沦 还是要水波逐流 就看你 怎么样去 如何规划你的资金 筹码 以及交易部位的运用 这个都很重要 至关重要 那你也可以说 奥利给 听奥利给的话就像什么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或者说听君一席话 好像听废话 还是说 听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 这个都可以 反正 统路平台 就像在看娱乐新闻 政治新闻 一样嘛 来来去去 都是一场空 在你无聊寂寞 空虚寂寞 觉得冷 觉得无聊的时候 来到这个频道 分享一些观念跟概念 还有一些 美国操盘手 他们如何去做 裸K交易的 什么 SOP 你觉得好用 你就拿去用 我们常说 技术分析 没有对与错 只不过是说 你要怎样去执行你的计划 在你看错 或是做错失败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 放下他 停损 停离 离场的机制 这边再提醒 各位亲友 好那废话 说太多 我们直接来 暂写 我们的 交易计划 那15K 怎么看怎么写 刚刚有分享 给各位亲友 一个 1K 1K 边界区的什么 15 17 75 这边怎样 上去不能收下来 收下来 87 这样 来了 现在回测什么 540 这个低点 这个549 跌破 不能涨上来 涨上来就87 都这样 再回 回测什么 起跌点 那低点就观察 545跟 540 这边的位置 现在可能 在走一个 13% 还会在继续 跌的位置 那你如果说 停损被打到了 可能是535 停损失败了 那你就怎样 你就在下一个 等幅测局 或是下一个 横盘 可能是175 15 左右的 价格的位置 再去找什么 找新的 交易机会 都还有 空间 都还有 时间 好不好 那看了一个 小格局 小格局的 交易计划 我们再写一个 大格局 那大格局 就怎么看 来高点观察多少 1864 第1点观察多少 17 563 那目测政府 大概是301点 是今年的开盘 开盘以来的什么 相对的高点的位置 还有现在的相对 低点的位置 那这两天的政府 大概有301点 那整理好 如果有在往上攻 这边不再破底 就87% 容易怎样 回撤它的起跌点 大概是 864的位置 那么有上去 万一再走一个 13% 往上嘎 的位置 那目标价 也有可能不排除 去冲到那里 1816 那么万一这边跌破在汽首 记得请 守好你的风控 守好你的停损 你再去观察 新的 横盘 或说我们的 所谓的 整幅测距区 可能是 17262的 位置 的横盘 你再去 做交易 都还来得及 那这边再提醒 各位亲友 什么 1分K 即时盘为什么 主要 主要你要参考的什么 交易的位置 这为主 15k为一个辅助工具 那以看即时盘 跟看交易计划 你也必须要以 及时盘为主 因为只有即时的盘面 给你的 费损 我是说 获利 才是真的 至于交易计划 你可以当作是一场什么 天马 行空的幻想之类的 会不会来不知道 虽然我们已经讲了 一年多 每次怎么讲 怎么到 但是呢 但是 你可能没有体验过 没有测试过 那就建议怎样 你在写完你的交易计划以后 要搭配即时盘 去做停损停利跟下单的交易行为 这样 这样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锁定 台值 他可能 你就像个如来佛祖 指数 期货这个标的 或是说你交易标的物 你的交易计划就像如来佛祖的手一样 把这个孙悟空 整整 牢固的怎样 牢固的套在 套在你的手掌心里面 这样你才会有一个 想法 就是万一这边错了 10点怎么亏 那亏过去了 下一个等幅测去 你要怎么拉 那以上就是台值 进权他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样我们把图 把图接起来 分享起来 分享给我们聊天室的亲友去执行 你应该 应该如何执行交易 面对交易格局的交易计划以及SOP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档 那斯达克一样 高点怎么看 高点观察16719 那低点怎么看 16666 目标政府大概是53点 发生在下午盘 的这个时间 那么有喷出 下一关就观察 16772 那么跌破 就观察多少 16613 那15K 大格局边界的格局 高点观察多少 16992 那低点观察多少 16681 目标政府一样 也是大概311点 那么这边整理好 再喷出 下一关就多少 17330 那万一整理失败 这边在汽手 也有可能不排除去回撤那里 大概是16370 左右价格的位置 有没有 像这样 像这样把交易计划写好 把SOP 写出来 你就可以怎样 很轻松 或 开朗去什么 面对任何 合一档 不要利物 也可以怎样 大概一眼 或者是一秒 就看出说 这个位置 要不要赔 要赔多少 做对了可以赚多少的什么 SOP 全部分享给 各位亲友 那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档 小道琼 小道琼怎么看 有没有 87% 会回 挡的位置 87% 会反弹的位置 你没有空在上面的 这边建议多观察 你这边要继续追空的 记得这关键区边界价格是怎样跌破不能涨上来的位置 那大格局边界还在所谓的双八区 那一样我们来算写他的交易计划 高点怎么看 高点观察37992 低点观察多少 37945 目标政府大概47点 整理好喷出下一关可能就38039 跌破就观察37898 15K 高点的边界怎么看 高点观察38065 低点观察37806 目标政府大概是259点 发生在过去三个交易日里面 那整理好有在喷出下一关就38324 整理失败就观察多少 37547 你看这就是所谓大格局边界的双八区 对不对 在这里多也不是 空也不是 所以就请去怎样 打炮休息 我们再证明一下 所谓打炮休息 就怎样 电动打炮 告 泡咖啡泡茶 顾小孩 找老婆交功课 写作业 不是 找老婆 作家事 交小孩 交功课 写作业 之类的 你该干嘛 干嘛去 当做是怎样 你应该休息的时间 好不好 那接我们看下一档 黄金 黄金怎么看 高点观察多少 2071 2071 那低点观察多少 2064 目测政府大概有7点 发生在过去3个小时 大概70个Ticker 那整理好喷出 下一关就2078 整理失败就观察 2057 那大格局 这边边界怎么看 高点观察2085 低点观察2066 目测政府大概是19点 190个Ticker 那整理好喷出 下一关就2104 整理失败就观察2047 有没有 奥利给长分享给各位青牛这样喷出 都不要急着追 追了 你就说 交易在哪里 87% 可能会崩跌的位置 有没有 那你上面没有空的 这边也建议多观察 哇 那以上 就是黄金他交易格局的变化 有没有发觉 这样在交易就会 真的很轻松 也能怎样 理性科学务实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汽油 汽油怎么观察 怎么看 1K高点观察多少 70.2 低点观察多少 69.4 我们这政府大概是0.8块钱 80个Ticker 那整理好喷出下一关就71 整理失败就观察 68.6 所以你看 这里的 不易转 或是这边 破底翻的反弹 意外吗 说真的 不意外 包含这里的涨上去 不能跌回来 还有等一下这边70.2 都容易怎样 符合 我们频道在说什么 压力区压力区 有没有 上去收下来 碰 对 这种回答说真的 一点都不意外 那大隔渠的边界怎么看 高点观察73 一点观察70 日内坡 近三天的政府大概有3块钱 大概300个Ticker 那整理好 再喷出 下一关就76 那整理失败就观察67 以上 就是亲缘有他交易格局的变化 要我们把图接起来 分享给聊天室的亲友 让他们去执行 如何赔钱 如何赔钱的交易计划 好 那看完以上 以上的格局 因为是新春第一炮 不是开春第一波 不是 就今年的行情刚开始 我们常说怎样 选举行情 目前看似 已经拉在接近历史高 美股已经创新高了台股是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所以 所以你 真的要做交易的 你就怎样做好你的风控 那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趋势 什么叫趋势 我们常说日线 日线格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边界 日线格局的边界是一个什么 用来判断说趋势的方向是往上还是往下 那格局到底结束了没有 那一样我们用的SOP去分享给各位亲友说 我们平常常常在关注跟观察的标题物 它的趋势 它的行情 到底结束了没有 来今天的盘面怎么看 一样把我们的划线工具叫出来 用一个五分K 我们去判断说一天 一至两天的接待日 然后再用一个日K 我去看他近半年的上升轨道上升趋势 到底结束了没 还有后市 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判断 来 首先分享到加权指数 你看一开盘的什么空方打击区的897号更高这边的大概是800多点的 这个位置都这样 上去不能收下来 那收下来就这样87%走回档的交易行为 这个崩跌区 崩到这里走完盘 意外吗 说真的不意外 好不好 那日内 跟那个 趋势 趋势要观察 边界我们常说要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第2个的价格 上去怎样 上去不能收下来 收下来要怎么办 明后天要高香拜拜 祈祷他赶快涨上去 好不好 那你在这边想捞的 记得 下面空空一片 空空一片 想捞的 记得做好你的风控 跟做好你的听损 好理给之前我分享 趋势有没有结束 他如果收在什么 768 17687这边的价格 有可能就像画面左边这边 标的 的格局图 怎样回到什么 多方打击区 回到下面多方打击区 好不好 好所以以加权 今天的收盘价来看 收在多少 15 17559 明后天要关盘的重点 就是怎样 这边 不要再破底 赶快收上去 就是17500这边 还有 17687这边 都要赶快涨回来 不然就87%容易 走 闪崩的行为 往下 彻底 好不好 那邀里给大家看 简单做个结论 趋势目前看来是结束了 那要怎样回来 要祈祷他赶快站上去 讲这个可能会有点太远 只不过是 按照我们的SOP来判断 未来的 1到 6个月的交易的格局 有87%可能会往下 往下一关一关的沉沦下去 因为这个大格局的边界 气熟了 好不好 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贵买指数 231也 气熟了 明后天的关盘 重点就这样 231要赶快站上来 不然就87% 这样回撤到209 或是下面这边 大概是220左右价格的位置 那日内还是一样 你看这边的下来 这边的上去 又再下来 意外吗 都不意外 符合什么 符合我们在看了这个87% 同意反弹 还有87% 同意 编峰跌的什么 多空打击区的 盘整格局里面 那金融期一样 趋势结束了 目前看来是 结束了 关盘的重点就是 719要赶快站回来 多投才会有信心 好不好 那日内一样 你看这边的719 还有这边的698 你多空选一边 打击区到了 提醒各位请 要赔多少 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 交易行为 好不好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电子一样 趋势结束了吗 看来是结束了 879要赶快站回来 没有站回来的话 87% 往下一关一关的沉沦 那日内 日内还是一样 明后天的871跟867 这边横盘 有没有止跌 是你要去观察 观盘的重点 好不好 那如果说 有横盘有止跌 这边不再破底 那就87% 怎样 在890跟871的 骨骸银 扒上去又扒下来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台币 你看 这里 我不知道是做多来做空 这个我没交易过 但是你看他的江坡图就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盘讯 32.2 怎样上去收下来就87% 回撤左边这边的起涨点 来到这边 有没有 那这边现在看他跌破了站上来 如果说这个价格不再破的话 那就87% 怎样 未来半年就在这边 扒上去又扒下来 简单分享给各位亲友 美元指数也是一样 你看这边的反弹意外吗 说真的都不意外 还有这里的 回档的起跌点 日内的什么 这边的起涨点 都怎样 符合 我们再看这些江坡图 还有盘整格局 他带给我们盘面的讯息 那接下来看我们台积电 台积电明后天要关盘的重点是怎样 583要赶快站回去 那日内 日内的多空打击 就在5591跟578 这边怎样 上去下来 盘来盘去的 横盘扑斧的交易行为 再看一下发哥 发哥怎样 一千档距怎样不能收下来 空空的一片 看900这边会不会有支撑 然后再去日内 看这边的横盘 有的话你就布局看看 交易看看 不然87%都这样 走伪挡的优秀 来到什么 上一次的起跌点 起跌点 起跌点的位置 简单分享给各位亲友 红骸 红骸楼梯还在爬 有没有发觉 之前 之前的97100的什么 破底翻的位置 就87%这样 像 我们常说多方的走法 就像一个刮鸟 就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往上爬 那爬到打击区跟目标区 就如果说 没有在往上嘎的力道 就87%都这样 空方 像这样溜滑梯 溜滑梯 溜滑梯的交易行为出现 好不好 简单分享给各位亲友 那目前我们来看 还是在双发区 那接下来看一下ETF 来趋势结束了没有 134上去 有没有收下来 收下来 目前收盘价来到 132.55 趋势看来 是上分趋势 目前暂时 看起来是结束了 他的多空双发区 目前看应该 顺的话 如果有在 32跟35这边走横盘的话 在这边重新做投 或是打底 之类的交易行为 看这边有没有支撑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支撑又气首 就87% 回撤 127跟123这边的 边界区的价格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档 元大高股息一样 收盘价收在 36.68 那关键边缘的价格 37有没有气首 有气首 大概是 0.3角左右 这边一气首 大格局 边界气首 就容易总像这样 比较大波幅的回答 跟盘整的交易行为 也是一样 建议这边多观察 那如果说横盘有成功 不再止跌 你像这样 你看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每次的七张跌 这一次的一次 两次三次 四次 都这样 都符合 我们在讲的什么 VVWT 发生在多方打击区的横盘 87% 一吃就开始反弹 然后看一下 878 还在什么 双8区 从多方打击区 这边往上 爬楼梯的阶段 那一样 日内就观察 21.8 有没有压力 21.3 有没有支撑 支撑跌破了 会不会 收上来 是明后天 你要去关盘的 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档 00900 趋势看来是 还在守 守什么 13.7 这个价格的位置 那还在走 大概两脚左右 横盘坡幅的交易行 目前看来是 趋势还在 还没 起手 明后天要关盘的重点 就是13.7 不要起手 13.9要赶快 再度的 增幅上去 好不好 好 以上 就是 我们在如何看股票 还有海外企业 多空打击区 简单的什么盘后的分享跟盘前的分析跟建议 喜欢奥利给的影片 记得多多分享 按赞 订阅 好不好 如果说 你对于 金融交易的商品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样 影片最后还是 再次的 祝什么 祝大家 身体健康 再祝大家 交易顺利 把这个看格局 拿联到 割韭菜 的 优行为 学好 练好 割好 割满 把身体顾好 割到什么时候 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 滑鼠之前 以上 谢谢各位